1. 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旋的旷野,就住在加蒂斯,米利安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 2. 会众没有水喝,就去急攻击摩西 3. 亚伦 3. 百姓向摩西争闹说 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4.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 是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5.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 6. 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柳树,又没有水喝 6.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 6. 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7.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8. 你拿着仗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具会众 7. 在他们眼前吩咐盘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盘石流出 8. 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7.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8. 从耶和华面前取了仗去 8. 摩西,亚伦就召具会众到盘石前 9. 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 9. 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盘石中流出来吗 11. 摩西举手,用仗击打盘石两下 9. 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12.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9. 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装我为胜 10. 所以你们必不得领之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 13. 这水名叫米利巴水 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 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胜 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 14. 摩西从加蒂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 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 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 15. 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 我们在埃及久住 埃及人而带我们的列祖和我们 16. 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 他听了我们的声音 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这次你都知道 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陈加蒂斯 17.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 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 也不喝紧你的水 只走大道,原文做王道 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18. 以东王说 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 免得我带到处去攻击你 19. 以色列人说 我们要走大道上去 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 必给你价值 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不行过去 20. 以东王说 你们不可经过 就率领许多人出来 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 21. 这样 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 于是他们转去 离开他 22. 以色列全会众从加蒂斯其行 到了荷尔山 23. 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荷尔山藏小印摩西 亚伦说 24. 亚伦要归到他列祖原文作本名那里 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因为在米利巴水 你们违背了我的命 25. 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沙上和尔山 26. 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 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沙穿上 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 27. 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 三人当住会众的眼前上了和尔山 28. 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 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沙穿上 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 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沙下了山 29. 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 这亚伦已经死了 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